各位 在地和一家驾 我们在 台湾各地唱歌 写歌唱歌 在各地的社区认识很多好朋友 特别喜欢这个认识这个 做傻事的朋友 做傻事不是那一种做傻事 不是想不开太早 他是真的是想不开 但是不是那种想不开 就是 很认真的想要 对在生活上面做一点改变 然后他在生活上面做了 一些努力 有这样的朋友 那 我们在各地都会遇到 很认真在 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的这些朋友包括我们在 板桥 像我们的工作室在板桥 我们在板桥 有一个 文化协会 他叫 方桥文化协会 那这个文化协会很可爱 他的诚意是因为 政府在那个 板桥有一个很重要 有一条很重要的合影 他叫做南仔溪 南仔溪是这个 板桥他的发源地 这个发源的地方呢就是在林亚湾的附近 这条溪他刚开始要 在这个 文这个城市的文明开始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一个起源的地方 那他在起源的时候呢 啊 在河水还 非常足够的时候 他是可以 一直 把船一直开到这个 导黑堂 就是那个大溪啊 从板桥可以开到大溪去 那好像是从那个山从那边都可以 新装 一直都面部上看过了 那所以说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就 很多的这样的商业 或者是很多的这个生意就在那边进行 我们在那个地方 遇到了这样的一群朋友 他们为什么会想要集合起来 因为 政府要在这条 南仔溪的旁边要盖 那条高架桥 就是那个快速道路 那个时候他们其实很担心说 政府 把整个河流就 就整个都盖掉 所以他们就 开始集结起来 在那个时候 其实政府的计划都已经发包了 就已经开始要去 呃 这一个高架桥 可是他们那时候就集合起来 想要去 跟政府说 这条 这条快速道路 可不可以不要 从这个通过 因为他们还 他们还是 他们还是这个 很想要 试试看 有没有办法说不要让这样子的一座高架桥 就整个阻断 河流的这个可能性 因为很多国外的城市 我们知道 河流是很重要 像 巴里去一条 那么重要的 一条河 那个河流汗就会产生 很 很炫烂的文明 那很多 还有包括说 像德国的小城市 他可以 留住一条 这个 小小的 一条水沟 然后整个城市 就以这条水沟 命名 甚至在这个水沟 就 大概就是这个教室 这么大的 这个宽度 就在这个水沟的正上方 就盖一条这样捷律的东西 可是他捷律不是在 最上面走 他捷律是水掉下来 所以他可以看到那个 沿着那个河面 这样 开过去 他这样是保存 这个 很小的一个资源 可是他用最大的利用 所以他们想要把这样的资源留下来 所以他们就去跟政府说 开始去跟他们协调沟通 但是 其实他们 没有办法 要得到他们要的东西 因为其实 这个第一太宝大 而且这个政策 决策实在为我太大 所以 后来这样的争取的过程 我们在跟他们认识的过程 就跟他们 合作 写歌 然后让他们的孩子也跟我一起唱歌 那当然这个后来 这个政府还是盖了那条高架桥 当然还好这条高架桥 只盖了一半 就是 盖面的三分之一 他们要整个盖住 所以保留下三分之二的位置 那条盒 那条盒 可以看才可以看到 大渡山跟观音山 所以那条路他有个名字 在 这个林家花园附近那条路 他就叫大观路 大渡山跟观音山都可以 看得到 他就在那边 好像就是 怀念说 要去远怀说 我们就是 可以看到这两座山 这样 好 所以我们就写这样的一首歌 叫 我听他说一条家 然后他们这个朋友 他就说这个 在地的朋友就说 这一条就是 这首 这首歌就是 南在西之河 南在西之河 那 他们后来 政府盖了这个 高架桥以后 他们就说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解散 他们其实很灰心 因为 一直去反复的去 想要政府去诉说一些 在地居民想要的一些 一些生活方式 可是没有办法 那后来我们就跟他们谈 说 你 如果真的你们非常的讨厌 这个高架桥 这么不喜欢 那你应该要在这个时候 就开始要让你的小孩子 爱上这条河 喜欢上这条河 爱上在这条河的旁边 过生活 跟这个河产生好的关系 有一天他总是会把它拆掉 所以如果拆掉是目标的话 那一定是要这样才能办法 好 那我们就 写了这样一首歌 那等一下我们今天看这首歌呢 我们说我们称我们自己叫做 我们的风格叫光明写实 这是我们的写实是 讲光明面 因为我们相信说我们去讲 好的事情 去唱好的事情 总有一件好的事情 会给我们唱会 谢谢 好 我来听开这首 我听来说 你只要给你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